西武之人 時代打仗啊 不是說拿槍 拿毛 啊現代人他就拿鍵盤打的 歡迎收看 鬧邊春物 水漂亮 我是Danny Danny 還沒訂閱酷比辣大學的朋友 現在給你三秒鐘 3 2 1 訂閱好了吧 今天來到我的學校四星大學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會來這邊嗎 看看你們身後的四星大學 顏色廣場 沒錯這就是你們今天的任務 大學生眼中的鍵盤戰士 所以你C在這裡拍就是因為這個主題 對對對 傻眼 不要這樣子 好可憐 既然接到這個任務 就趕快去訪問大學生的想法吧 GO 你們知道鍵盤戰士是什麼嗎 西武之人 時代打仗啊 不是說拿槍 拿毛 啊現代人他就拿鍵盤打人 網路上打水泡的人 在鍵盤上敲東西 然後不用負責任 然後睡覺很大聲 一邊做不好可能就泡出一下 自己可能也不太行這樣 可能都會創一些假帳號啊 然後跟沒有人追蹤啊 然後就講一些很難聽話 可能有可能去死啊或什麼之類的 可能一被截圖就馬上把東西刪掉 這種東西 都是單小的 鍵盤戰士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性格 不要自以為是 悶燒那種吧 火爆的個性 火爆 這樣講到蠻直接的 電視 鬧鬧 腳憋山 天機吧 很有自己的想法 在人際間沒有得到溫暖的 攻擊他人來得到成就感 求一個關注這樣子 對 平常會獻送我講不出來的 就會在網上講 副黑髮 可是我覺得可能每個人都有 當鍵盤殺的一面 平常這些黑暗的能量 沒辦法跟別人發誓 所以他只好轉戰到 沒有人認識他的世界 大家應該會有刻板印象是 可能在生活中沒有愛的人 才會去做這種攻擊別人 但是我覺得其實不一定 會做這種事情的人 他就是會做這種事情 他不會侷限說他是什麼性格 我反而有別的見解 我相信所有的雙鳴 當下不是刻意 今天突然間看到一件事情 我就想表達我的意見 比如說這個明星怎麼做這種事情 我就可能留言說 你怎麼那麼壞 當下其實他沒有要霸人的意思 可是他就沒有想到這種言語 其實會造成傷害 或是造成一種瘋 上面有人這樣留言 欸等一下我好像也有這個感覺 我也留言好了 對超臭喔 然後看到別人講一樣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 那我講這個也不會怎樣 反正大家都講的一樣話 通常對社會有一定的熱情 但是他在現實當中 固定有太多的話語權 他們唯一的管道 只有不用錢的網路 所以我自己沒有到很討厭網路酸民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一群 相對於社會來說比較弱勢的群體 網路的設立 重要的社會一 就是因為要讓很多沒有話語權 能擁有平等的資源 可是我們不得不否認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的發言就會撐刺不起 但是究竟是由誰來界定好 誰又界定壞 那個當然又是另外一個 層次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酸民這兩次 因為我覺得 酸本身就是由 我們這些自以為不酸的人 才會認為你們很酸 你們有看過哪些話 你們覺得很傷人 批評到別人的爸媽或是家人 就是已經不是針對他個人了 攻擊到祖宗十八代 常在哪趕出來 玻璃心碎滿地 講到他的私生活 但是那件事情可能 並沒有真的發生 都偽造 偽造一件事 一句已經脫離這件事本身的 我自己看的時候會覺得很煩 不懂我在幹嘛 就是你就是 把霸凌跟霸凌者 把別人也變成受害者 對 你根本就不可以出生在這個世界上 去找出來 講自己跟可能男友的感情事 然後就會有一些女生就說 你不是一隻母狗 你才講那麼壞掉 人生攻擊吧 而且這次還很多戰 然後就覺得 到底在幹嘛 這世界怎麼了 這世界怎麼了 就覺得很塞 今天白癡不止 真的會 因為很嚇到 你覺得他這樣的行為不好 那你講說你這個行為不好 不要講說你這個人就是爛 因為這是 兩個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你的愛鬥 或是喜歡的YouTuber被攻擊過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 女團那個明星學歷 然後好像有一個男團成 然後去機場吧 然後穿桃紅色的西裝外套 然後就被酸民罵說 怎麼不尊重死去的那個女星 可是好像是因為 他其實是有別的活動要參加 所以才穿那個外套 就覺得 志豪也要罵超無聊的 超無聊的表裕 你喜歡穿YouTuber 喔我不喜歡 不喜歡他 但是你覺得他這樣被攻擊 有點太過分了 可憐啦 他有錢拍片怎麼不是戴牙套的 哈哈 算很好笑 但是 噢不行這樣不對 他要不要戴牙套的關係 對啊 學歷走了 很多在酸送錢 嗯我知道的 酸他們說什麼不發文啊 但是他們其實都 待在靈堂裡面熟著學歷 怎麼可能難過 還想要打字 還要發生什麼態 就有時候在地卡爾 好像會看到一些人 覺得沒有什麼必要酸別人的 就是一定要酸一下 就覺得很沒有意義吧 世新的人講話都很酸欸 哈哈 世新版講話都很酸 新的網紅好像叫什麼 Janny什麼的吧 就是我一直會匿名去嗆他 因為我覺得他人就是很自障 現在我正在被攻擊 請幫我說一下話啊 平正值 中華直播 冠軍賽 在直播聊天室 看到兩邊的粉絲 在互相咒罵對吧 這個拳打不好 然後就說 欸怎麼去死 都是叫人家去死的咧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生命的朋友 曾經被攻擊過的 這位就滿常被攻擊 真的嗎 最好是 攻擊什麼叫李柔好 很多人這樣子說 就是公宴之類的 你不想被攻擊的話 你就好小心 哈哈哈哈 真的有發生過好笑 我這邊有 他就常被講說 他有女生嗎 他就想很想說 不要高擊我啦 我看到他內心很受傷 就有那麼一點像 但是人跟動物其實盡心 所以安慰他一下 沒事啊沒事啊 他們都攻擊我 我難過 我們都沒有攻擊他 我們都說他長得像 Andy老師 欸好像有一點 重量級的那Andy老師 世新Andy老師 那他說他是劉怡 醜版劉怡 就是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鬧了事情不愉快 把辦活動的人講得很難聽 這總共在幹嘛 對對對 他就哭著跟我說 大家都好壞 然後我就說 我真是你的問題 哈哈哈哈 他就是亂留言 現在的就是他的臉書 留言說什麼 安安寄你 他就很難過 我覺得是他的問題 他先去攻擊別人 然後別人再來攻擊他 對對對 他在自找 你老實是沒學習 之前是有一個女生 被發一個影片 投到論文上面 事主他有發我出來告歉 但是有一幫的人就認為說 告歉就可以了事了嗎 就是我認為說 這些人 他們不管你講什麼 他們都可以找到攻擊別人 如果受到森林攻擊的話 最大的掌聲率是 可能就是不要去理他 因為不論你到之後 做出任何的回應 他們都只會說 那我還是要去攻擊你 自己有被攻擊過嗎 我常常會在IGPO我自己的照片 有些人會留一些 不是刺激的留言 像是我愛裸露啊 你覺得 你有沒有被攻擊到嗎 是不會 因為我覺得有負面的 就會有正面 那有人來幫你反過 有啊我是分身帳號 我有反過來的 你攻擊別人 也不算啦 就是我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FB上新聞他們有 馬來西亞政治的東西 然後會覺得一些 酸民就會講對有了沒了 然後就會插一腳 啊你也不怎麼樣 真的 搞不好那些酸民 他們在酸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自己講的東西是對的 所以他們才不覺得自己在酸 反擊的時候你也不覺得對的 你是在酸他們 你只是反擊回去 我在我們家附近 在聽不懂 蠻可怕的 然後我就要把這件事情 發到網路上面 底下就會有人說 也還好吧 不用這麼大驚小怪 就是更加的沮喪 不是更加不安 因為好險是只有前面兩者 然後後面就有人就是 就是罵他 就覺得你用不一樣 所以 自己的工作也試試看 就是幫別人剪片 會看到有人就覺得 啊這段影片怎麼剪這樣 那你有沒有面對這些peeping啊 交給講話 我自己終沒看到 負面行銷也是一種流量 他們會去留言 至少代有說 他們還把這段康復 還不錯啊 都很正面 你想想看喔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 100萬的創作者 這個是角度的問題 可是鍵盤上是 他是一個人 對網路上很多創作者 可是網路上創作者 他是一個人要承受 千千萬萬的 他的留言 對 大家可以溫柔一點 好不好 其實我是比較站在 承擔酸民的酸鹽三語 是公眾人物 其中一個責任之一 因為我覺得 今天作為公眾人物 你已經擁有 比別人多的話語權 就是說今天那些酸民 他們為什麼成為酸民 是因為他們沒有你的名氣 只有孤身一人 或是根本沒有人要理他是誰 但是 我覺得當我們要求 酸民不能出現的時候 是另外一種更可怕的 言論自由的局限 可是我覺得這些都是要建立在理性的溝通 當我們遇到酸民的時候 那代表我們 比他 一定的神量 代表我們比人家還要好 今天兩位 訪過那麼多人以後 你覺得對鍵盤戰時 你們有新的見解嗎 有 好像變得沒有這麼負面 酸民其實 好像也不是一件 全然的壞事 我講話很小心這樣子 對 他是講到辦活動的 就聽得很有感 因為我自己從高中 也是在辦這些活動 你會遇到一些問題 導致那個活動辦不成 就會接受到其他學生的謾罵 只看表面 決定說你要怎麼樣批評他 就是 他們背後的努力 很多秘辛都是 我們不是當事人 就不知道的 對 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那還沒有訂閱 酷比鬧大學的 朋友們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做穿搭生活主題的 小資女的料 我是做韓國相關主題的 傑尼年糕 那我們還有下一集節目的 預告聊什麼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們有沒有想對鍵盤戰士 說什麼話 像是雪莉這件事情 他其實不是一個個案 大家都很賤 因為就是他死了 然後大家就會說 我們關懷他什麼 就不是每個人 其實都是造成這件事情 背後的一個推手 有種就當面講啊 不要這樣 當劍盤殺手 加油 要注意身體 就做人要將心比心 你知道你會有暴力 花時間做這種事 你生命也就如此 對世界友善一點 世界也會友善對你 哇 哇 不要再攻擊人 如果今天是你被攻擊 你也會很難回 打完以後 我想想看 嗯這個要發嗎 多個三秒 這世界可以變得更好 校園觀測戰 大家都拿了 什麼錢包呢 這個是壞 壞的 喔哈哈 這個多少 6000 這是雜板 這是雜板 從國中開始用 裡面的東西 比外面的更重要 哦 小朋友 高級別人 好 謝謝 小朋友 зд 是 很難 我 看到